大家好 这一期呢又是双星对决 就是一次比较有代表性的 针对集训仙道的一些打法 我们这边刚开始选人呢也是没办法 我这边就是一选的刘川峰 然后对面直接出的櫻木花道跟集训仙道 其实对面的阵容其实也拿的蛮不错的 但是集训仙道我们都知道他有个问题 他是一个超级攻击手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组织者 他几乎没有任何的组织进攻能力 这里我是有一个失误的 就是他跟老刘川的打法是一样的 拿着球我们就全力防他就行了 这里是打个出取不引 就是他拿球 就是防他后撤就尽量防到底 让他去干扰他 就或者是封盖他 这里就是有一点失误 好像是被影子骗过去了 然后他攻宽的话 我们就提前往篮下收吧 没别的 这里是被骗了一下 刘川峰其实他有 他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他的突破 他的突破能力是真的很强 然后加上他的偷技能 还有一个全球的技能 真的是这个球员做出来是真的挺变态的 真的 个人来说 以后他如果想做的话 他应该还是会做这种方向的 就是三重威胁 突破 全球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防守 基本上就是往这几个地方做 包括后面的急逊腾 这个进阶腾 它是也有封盖技能和抢端技能的 据我的推测的话 应该是在T2到最少是T1吧 他的那个等级的话 T0还暂时还不知道 我估摸着可能T0会被 长谷川代替 其实说实话 这个仙道 他还是真的挺怕 时尚的 那时尚是真的牛逼 每个版本都有他的地位 本来就是三井的版本 时尚并不是很适合 因为时尚他不是很好防三井 然后结果他几件仙道一出来 包括以前的阿牧 还有谁来着 阿牧 包括境界刘川 都有点挺防他那个 池上的 因为池上他有一手抢断 刘川峰也不是很好去 一直在他里上假投争权 因为会被断掉 在说他没失位的情况下 你去假投他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就是基本上被池上防着 你就只能去攻筐 就是扣篮或者是上了 一般防守比较好的情况下 就是像被外天被池上盯着 你就只能去 这里就是他一个虚幻假动作 是真的快 我是被他骗过去了 因为池上跟着我就没有跳 但是我还是没有来得及跟 我觉得可能是位置跑得太前了 就是位置太前了 跟太深了 他这个影子是挺 挺变态的 如果你防守站度太高的话 反而会被他骗 还挺铁的 这个顶头 会断了 这里应该就是从这个他那个三分 就是他没有权力防守这个三分 基本上他们这把就凉透了 这个先倒是真的没办法 看见池三连尔是真的头大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长谷川也比较好防他那个先倒 因为长谷川的移动速度非常非常快 而且他有一个就是那个盯防的时候会加干扰 是吧 还有加干扰值 如果你跑得够快 然后踩住他的一点的话 他用那个平行后仰也是效果不是很好的 所以我感觉 几天先倒的出现反而又让池三连二跟长谷川再次融灯最佳防守球员了 还蛮好玩的 特别是长谷川后面会进阶 有一个 就是跟关头荧幕类似的技能就是分盖成功以后 他有一个落地加速的功能 还蛮好的 其实刘川峰真的还可以设计的就是适合任何阵容 他什么阵容都能拿出来用 包括包括像这种什么蛇皮赤木加池三 这个蛇皮阵容 刘川峰也能适应 你要是换别人早就炸了 包括藤真什么的都炸了 好 他们那边要投降了 基本上就这样结束了呀 记得玩池上哦